MVP青春记事部 打开青春记事部 听听MVP心里话 先讲一个场景 最近有一群高中的学生 他们现在都十七八岁 那么在一个聚餐的场合里面 忽然听到了餐厅播放出 当年小虎队的成名曲之一 红蜻蜓 就这一群高中生当场热烈盈眶 因为他们都想起了 童年时候的一些往事 好 小虎队 这三个字其实伴随了很多 现在的青少年朋友成长 小虎队是他们甜蜜的回忆 今天邀请到的呢 就是小虎队当初的 乖乖虎苏友鹏来的节目当中 知名艺人乖乖虎苏友鹏 从国中毕业后踏入演艺圈 他充满学生气质的特色 就一直受到瞩目 但是这样的光环 虽然是助力 对他而言却也是一股压力 经过波折转回 苏鹏将自己归零出发 以戏剧演出 让两岸三地的观众 无不为他叫好 苏友鹏的青春成长与经历 今天将透过镜头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 新闻后友鹏你好 叶姐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苏鹏 我常常在想苏友鹏真的是得天独厚 其实算是年纪也不小的 你看人家现在十七八岁 他们在小学或幼稚人 在听你们的这个小虎队 我出道早啊 是啊是啊 大家都这么说 张爱嘉都说他幼稚人就出道 那还能怎么办 好 那么要提到苏友鹏 一定要提到这个小虎队 那提到小虎队呢 当然就要讲到你的成长岁月 先讲一下你从小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觉得乖乖乎 就是你的外形 外形其实有的时候蛮可以骗人的 或者是因为我当初 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我念的学校 也会给大家有一些既定品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种塑造形象 不然你算了就是很文静 很斯文 其实跟你的个性并不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 先描述一下 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眼中的 你是个什么样子 我啊 我是一个很难带的小孩 过洞儿 过洞儿 安全不下来 这所谓的过洞儿是学理上定义 还是他们感觉上的 感觉啊 我只说我很活泼了 真的过洞儿 对啊 笑一笑 很活泼 那小时候 我记得他们都跟我说说 小时候要睡觉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抱着我 他只要一放下来我就哭 所以有时候导致他们只好通宵 抱着我睡觉 对对对 然后就稍微大了一点 就是不要出去外婆家 全部那个蛮长的院子啊 什么啪啪啪啪啪 找到都抓不到的那种 然后又爱说话 小时候很爱表现 小时候很爱说话 对又很爱 就很爱表现这样 表现些什么呢 就爱线了 爱穿风头这样 我记得好 唱歌跳舞什么都来 小时候啊 但太小的时候我不记得 可是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有一张照片 是我 不知道大阿姨还是小阿姨 因为我妈妈是老大 女孩子里面的老大 然后她下面还有两个 两个妹妹 就是说也是我大姨和小阿姨 他们婚礼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婚礼上面 就是那种 哇满常跑啊 然后哗哗哗哗 你当花童 对花童 那时候才我还不到 应该还不到国小吧 我记得我那张照片 是我在那个花篮 就是那种有很多人收花 在花园前面这样 对对对 正在不知道在干嘛 小花童大闹婚礼的 这个礼堂 就有这种味道了 从小比较过动 比较活泼 那爸妈会觉得难带 但是也一方面 疼得不得了对不对 也疼 因为我弟弟跟我差六岁 所以等于在那个六岁之前 他出生之前 就是只有我一个小孩 我从小是那种 是那种 就是补很多东西 那种才艺 才艺 才艺班的小孩 自己说的 美少年 没有啦 小时候其实没有 因为我小时候 从小就近视 我从国小二年就近视 所以我就一直戴着 那个蛮厚的眼镜 其实倒是还蛮像书袋子 然后我补很多东西 我补 朱蒜 心蒜 书法 做文化 土莲 合唱团 这样 然后还是弹齐 弹齐 就是下了课以后 国小 活动很多就对了 才艺的训练 才艺班上很多 看得出来爸爸妈妈 对你的一个期望吗 从这一点 还是说他们很忙 没时间带你 所以就拼命往你送的 应该是期望 也不自己没时间带我 妈妈是家庭祝福嘛 专心带我 但学这么多 你最有兴趣 或者 弹琴 你觉得表现最好 就是弹琴 我小时候弹琴 还算蛮有天赋的 小时候 小时候 现在对不起 但是没有 后来要开始上国中嘛 现在就觉得OK 还是应该好好念书 因为开始要考大学 要考高中嘛 要开始领考 所以你其实也是 从小有这种 升学压力在的 看你学这么多 足算心算什么 小学到国中 你记得你国中的时候 成绩怎么样 国中的时候 都还不错 参加小火队之前都不错 参加小火队之前都不错 对啊 你参加小火队 好像才国中嘛 我记得 我国中三年级 国中毕业 毕业了 很漂亮啦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听 听那时候听西洋流行歌 然后也有一些 我像像日本人的 我那年代有中世民菜啊 什么南亚洋子啊 还有我喜欢马丹娜 还喜欢少年队 这样那时候 所以就很羡慕 觉得他们在舞台上面 这样 因为我买了一个少年队的那个 在日本舞蹈馆的一个演唱会的 延伸带这样 对啊 对 然后一听 哇 这音乐一起 下面的声音就先带过上面的声音 这样帮他们唱这样 我就觉得 感觉好像很好玩 所以那时候开始有明星梦 其实 从小爱惜 这时候又有连贯 从小爱惜 以前那献给家人看 后来献给你的同才团 同学看 接下来你开始梦想说 你一站在台上 四方的掌声如潮水般的涌来 对不对 你一开口 然后大家就开始跟着唱 你那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梦想了 爱唱歌嘛 而且以前 变身以前唱得还不错 问题是你加入小火队 不是一次变身之后吗 其实那时候 刚加入小火队 说实话 那时候刚刚正在变身 听到现在像鸭子 真的啊 那可是为什么 就是 经纪公司到底看中你哪一点 你这样日后回想起来 其实我不知道 刚开始那时候 我们去应征 然后就要填什么履历表 年纪轻轻 哪里知道什么履历表 就跑去书店买 为什么才国中三年 就会去应征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个 就是小燕姐那时候做个节目 叫青春大对抗嘛 我们那同期出很多啊 那时候主持人是 曹兰和汤志伟嘛 然后节目还出了 焦焦啊 阿亮啊 都是我们那时候出来的 对 它是礼拜六中午 然后让大家 就是年轻人 只要你有任何才 你想修 随便你要相声 要跳舞 要跳舞 没有耳机啊 什么都是那时候 对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那个节目啊 有一天他就在节目里面说 他们要争男助理 这是节目助理 因为节目里面那时候 有三个女孩子 叫小猫队 是节目助理 他争三个 三个女孩子 然后要争三个男孩子 小狐队来跟他们搭这样 那节目助理 那也是我唯一条 跟演艺圈 比较接近的路啊 因为我们家 并没有任何认识 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那时候你才只15岁 对不对 对啊 土巴拉基 对可是你说像 黄子焦焦焦焦啦 或者六尔金 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在念世新了 对他们在念 所以他们已经专科了 对不对 他们都已经十七八岁了 焦焦才大我一岁了 好吧他也出道早 对对对对 其实是 所以你那时候 你会觉得说 他们应该算哥哥级的 你的年纪太小 你都不会这样想 哎呀就是厚颜无耻嘛 要不然我今年 今天的缩口了 哦好 我要是真的有 这句话讲得好 自己秤金了 我怎么敢去应征啊 哎呀 所以叫做厚颜无耻 为成功之本 哈哈哈哈 好那但是就是 出生之独不畏虎了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好去应征了 对啊 这是节目助理 你并没有想要组团 去参加这个节目 去对抗 没有 那时候没有给你的同学 你会爱唱歌啊 去直接当主角 跟你想要去做助理 没有 没什么才艺吧 我觉得我到国中以后 大概就是已经 开始走书袋子路线 就是只会可以书 其他都不会的那一种 好那你的外型 刚才讲了 当时都戴了厚厚的眼镜 对不对书袋子 我开始戴隐形眼镜了 这样然后 不过我那时候 哦爱漂亮 你知道这种男生吗 青春期就开始爱漂亮 然后我那时候 国中一毕业 我就去烫头发 所以我继续印证那个照片 是个那个四家蒙女头 哈哈哈哈 因为她的头发不会整理 国中那也会整理啊 因为没有钱 每天去法郎塞斗啊 对然后躺 然后那个大头发 QQQ 去拿那张QQQ 四家蒙女头 然后去印证 好像是吧 对啊 然后就 就不知道怎么样做 我们刚才讲说 为什么会中这个 其实后来 听说啦 他们看中你哪里 后来你知道 不知道 他们觉得就是 他们说我那时候 大头发觉得可爱 我自己是不觉得可爱 他说看起来可爱 第二个可能觉得 土的可爱 对可能是吧 对 然后可能那时候他们觉得 诶 考上建宗就觉得 可以 就是那个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这样他觉得可以综合整个这个队伍 应该有不一样特色的人这样 也可以改变大家 只要看到我觉得 会念书的孩子 也许他就比较不会秀 他希望能扭转这样 可能吧 第三个 然后可能就觉得 诶 这家伙个性还 对啊 这个样子也敢来 应该有个三两三吧 这样 来 你那个厚颜无耻 当时去做interview 问了你什么问题 没有 我们第一次是在家里面 我记得他打电话来 就说 OK 你第一步就是那个 履历表 已经那个通过 那你要 来准备一贯三十秒钟的歌舞 我们来看看你的肢体协调啊 这种 诶 节奏感 韵律感这样 挂电话以后 天哪妈 诶 你叫我去那个就是复选这样 三十秒 三十秒 三十秒的歌舞怎么表演 要命我去哪里表演 我那时候刚刚才 刚刚才国中毕业嘛 哪里会跳什么舞 就跑去找我咕咕 他们在公园里面跳土风舞 我去找那个土风舞老师 给我拍了一段 对 那时候我唱的歌是那个城市少女 那时候很红啊 对啊 少女偶像团体这样子 不想睡的红舞鞋 然后排了个三十秒 就是当年流行的一些什么动作 什么这样子啊 什么之类的那种就是 之类类是那种你知道就是 那样子的东西 我懂 那一天 因为那时候就 我们国中同学 大家都刚考完 高中联考 其实要不然就是在西门町溜冰 要不然就是那时候麦当劳刚进来 然后很怕就是可以吃个薯条 已经很怕 国中都没钱 然后要不然就去打打撞球之类 那一天临时我就抓了两个同学 说陪我去快点快点 因为我住在 那时候我都住在 那个北区 在士林那一带这样 突然要到东区 完全不知道什么路 对 那时候东区才刚刚发展的时候 拖了两个同学去 然后他们就坐在我前面 真的到那个排舞教授 就躲在后面 那第一次去的时候也很好玩 就第一次看到明星 超懒耶 哇 就看到明星很兴奋 然后还有 张国荣来干嘛 我们陈志鹏啊 对 陈志鹏以为是张国荣 张国荣来 所以我开始慢半拍 成为个人特色 对啊 对 我记得他们常常在讲说 每次学跳舞的时候 素逢就是比人家慢半拍 不只是学跳舞 上台的时候都是 都是慢半拍 成为特色也不错 对啊 所以那一次你说 这样的一个interview 或者这样的一个 去大家去评估你的这个演艺的天分 就从那个30秒的短短的舞蹈开始 我不知道 因为那次我记得去是12个人吧 然后最后要选6个 选6个 就变到前五个都没有我 我想 没希望 不要 不要啊 没希望 就第6个人还叫到我 哎 还有希望这样 然后他就 对 然后准备下一次就叫我们真的去 去那个摄影棚里面试镜了 对就 因为我们那时候 青春大家看都是礼拜天錄影 因为都是学生嘛 但是礼拜天他会录到将近傍晚 然后傍晚完以后 就真的叫我们每个人上台 大家透过那个镜头来看你的上不上相 这样子 那台下就是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燕姐 我来跟他要的钱 你因为我妈要 好 那是不是像你妈妈要 所以他特别交代 所以那时候有所谓小猫队 对 你刚才讲 对对 小猫队 所以他又成了一个小虎队 对对 就是这样出来的 那你这个真正的节目助理 到底做了多久 节目助理也有几个月吧 几个月 然后之后就是看你们是可造之才 就开始另外塑造小虎队 其实也很意外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 我们都说我们三个人是台主 节目的台主 后面台主子 对就是那个节目开始前 要告诉大家 发铃铛 门场啊 对 然后广告前 你就要拿铃铛起来哦 之类这种东西 就像很多的FB在做的事情啊 待会要掌声 对对对 之类的 然后可是那时候工作算是开始有训练 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六 他让我们进那种 简单的录音室里面去照着一些前辈 然后你就把三个人的vocal搭上去唱 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唱张鼓龙的什么 拒绝再玩啊 那些东西 然后 然后晚上就让我们去排舞 找个排舞老师 让我们排个两份多钟的舞 所以在第二天礼拜天的录影的时候 到中间的时候 啊 我们现在比赛参加这么多 我们来看看 有一个余性节目 小伙队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歌舞 然后我们就唱了 咀嚼哉玩 然后之类的这样 就因为这样的表演节目 开始突然有很多人寄信到 到华市里面来 突然如雪片搬到涌来这样 就叫做小兵力大功 本来只是叫你当一个 就像以前演短剧 一个桥剧一样 过个场而已 就没想到过场的这几个人 红得这么快 对有点 对也蛮意外的 好 这样讲就蛮无心插流的了 对不对 因为当初也只是 只要能够做到节目助理 亮亮相 满足一下爱线的自己的个性 就可以了 才知道 那个时候 诶真的 我们那时候每次录影 那时候录影非1350嘛 现在还是 对啊 你看十几年的电台都没涨 1500块 然后扣150块的税 到现在还是1350 对可不然我拿1500 诶你算想想看 那个十几年前 我有这样的零用钱 真是了不起 每个星期有1350 已经很满足了 我会觉得很大方 50块给我递 做零用钱 你哥现在赚钱 很屌 有点讲说会念书的孩子呢 也可以从事演艺事业 但是也因为如此 这个会念书 爱念书 从此以后成为苏洪 蛮大的心理压力 包括他后来考大学联考 乃至于进入台大之后 他有决定要休学 这段历程又是怎么回事呢 待会请他自己来说说 那是电视机 然后开一个机程会 我还跑去献花 那心里讲 诶我什么时候去搭过 人家的电子车啊 这种东西 可是OK 因为是要生活嘛 我一开始 OK你要去接受啊 反正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生活 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样子 而不是我原来那么美好的样子 就并非一夜之间 你想了解名人的青少年 是怎么过的吗 MVP青春记事部 除了让你们预览名人的青春记事 还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朋友 到节目当中 与名人面对面交谈 活动专线87872311转834 或上网www.bltv.tv 好这就是苏友鹏在建中高三时候的这个照片 这也是我们大家对你的初期的印象 什么印象 戴个丝丝纹纹的眼镜 脸圆圆的 然后呢 很文静的样子 嗯对吧 那个时候其实 诶这是 诶这是在大学联考的考场 刚刚那一张是在6月15号 就是高三毕业的那一天 公司同事来拍 然后各15天就联考 就是联考师 所以你看 顶着这个建中高材生 资优生的一个光环 在加上小火队 其实那时候你的举手投资 都是大家所注意的 很多家长呢都在看你 不光是学生 家长都在看你说 媒体也在看 诶说这个 就是乖乖活的苏友鹏 到底大学联考可以考得怎么样 你看毕业典里去拍你 大学联考也去拍你 搞不好还有很多的歌迷陪着你去考联考 是不是 歌迷没有 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 不过那天联考那天还蛮压抑 突然有新闻跑来考场拍我 哦那个是 名考生嘛 对不对 除了注意名人的这个儿女 到底怎么考的 还是名人自己考大学 很少啦 没有那时候压力很大 很少有18岁的名人嘛 我相信这个压力是很大 因为我在旁边在旁边看 那时候我已经在媒体界了 在旁边看 我都天一捏把冷汗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说 他是建中的 所以老觉得建中的就一定要进台大 那时候就是有这种 好像直接等号 我就想说这个孩子 在学校里面已经是这么多人在看了 然后呢考个大学这么多人在看 拜托拜托 最好能够考进台大 哎 真的考进去 可是你一考进去你就说了 这不是你真正喜欢念的 这其实也蛮大的勇气 没办法 我考上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 我的志愿都是到那个排行榜田的 但我觉得那时候 在我小小的一个高中生的心灵 我就觉得 我只要考越前面 我就能够有交代 我就 我就活得下去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如果考杂 大概这辈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 哇 我这辈子已经就夸了 你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看你考大学 当然啊 而且只能进台大 对不对 或者只能进国立大学 当时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结果我后来考上是机械工程 哎呦 进去以后才知道 糟糕 因为我从小最差的就是工艺和美术 其实工程都要自图 哎呦 我会 糟了糟了糟了 我会考到这种东西 你那填志愿的时候 你并没有想 反正只要是台大的就填上去 对啊 我就是照志愿表 我觉得越前面越好看 所以那时候你根本不是为自己考大学 你是为你的爸爸妈妈 为歌迷 为唱片公司 为经纪人 这个已经是后话 在高中 高三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这次是我到大学 后来我实在是念得很痛苦 我才开始去思考这些东西 所以后来才修学了 你本来想转系吗 对我想转系 我很变得 很叛逆 在一年级下一期就开始修气管的学分 对 那时候其实连转系都还发自每一天之后 开始念气管学分 对啊 因为以当时的这个台大的转系来讲 你要从工学院然后转到商学院 基本上是蛮 不容易 而且气管那么的热门 大家都是89分 平均90分的那种书卷讲的在转 哎呦 我才平均七几分转什么啊 转不过去 转不过去那后来没办法 机械学分我也没修 所以那就毙不了业了 这样 所以那时候对于你的说法有蛮多的 有人说 哎呀 他当初就是懵的 懵上台大的 资质还是不过 有人就说呢 他毕竟呢 把重心放到演艺事业 所以学业荒废了 还有人说呢 这个转系也好 或者是休学也好 根本是找台阶下 因为呢 他再不休学的话 他也要被当掉 就是各种各样跟你有关的话 一直在流传的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你很勇敢 你真的很勇敢 因为一般人呢 就是当都是为别人而活 或者是满足别人的一种期待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不太敢说no 可是你那时候就对台大说no 当时造成很大很大的震撼 很多人就说看吧 有人会讲看吧 我当初就是要说吧 那有人就听你很惋惜 所以你再撑嘛 再撑个一年半 也就凹过去 至少也能够有一个学士的学位 可是你就 就是说不就不 说离开就离开 当然其实 那时候我觉得的确是已经走到了某种 就是 路走不下去了 才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吧 就像我刚刚讲 其实我在念一年 我也不会毕业 因为我其实没有修机械的学分 就是没兴趣 就没兴趣 而且其实那时候工作还蛮忙的 不是说勉不勉强自己的问题 那我会回头来再去修机械学分吗 那我六年都毕不了业啊 对不对 那展校呢 所以其实那时候 你心里面已经想了很清楚 说你的重心就是要忘了 我真的那时候 其实痛苦到某种极限 其实因为那时候 我那时候单飞嘛 其实成绩也都还不错 那时候还去香港发展 那时候去香港 香港是一个 那时候小湖都已经拆散了 对对对 开始单飞了 香港是一个 你常常要去曝光的地方 一人常常要曝光 我可能一个星期七天 我可能要飞去那边三四天 然后那时候到期中考 期末考前 跟公司要请 要请个两个星期假 都请不到 公司会觉得你很难搞 到最后他可能只给你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我怎么抱柏角 那么多科目 然后都是原文书 那些鸡血 我怎么抱了柏角 所以他都好痛苦 可是对唱片公司 或者经纪人来说 这个学生歌手 特别是一个台大的学生歌手 他要做宣传 是很好做宣传 有很多的着力点嘛 尤其当初就把你塑造成 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不是吗 Oh my God 对不对 所以但是其实要蛮大的勇气 那时候你说你要休学 是你自己决定的 还是扭金 跟爸爸妈妈 跟经纪公司 跟唱片公司 都有谈过 其实有商量过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因为 对于生命的经历 也不是很多 所以其实 就像我在高山的时候 我觉得联考就是我的天 它是我这辈子 唯一那时候 觉得是我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只要没做好 我一定这辈子就垮了 所以那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一样 而且我觉得我的 情况比较特殊的是 我的事业跟我的功课 是两个搭在一起的 我的工作是建立在我的课业上面 可是当我越来越红 我的课业就会越来越坚固不了 对 所以我变成是 我还没有办法做取舍 对啊 我一放就是两个都砸 对 你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真的很痛苦 然后又念不来 然后压力又很大 那时候 你看只剩一个星期 我根本K都K不进去 对啊 然后可是每次出去 是外面的综艺节目 就像你讲 然后已经塑造成一个 台大的学生 对 对 我都很记得 比方说那时候上 飞歌的节目啊 那大家一定那个 开场白丁 让我们欢迎 品学坚有的所有包 哎呦 我在后台就 哎呦 不要这样讲 因为我很心虚 我变成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也觉得心虚 我回到大学里面 我也觉得心虚 好累 所以后来想清楚了 你如果把学位给放了 你演艺师也可能也会玩 也可能会跟着玩 但是 就是你两边都顾不好的时候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 必须要放弃 重新开始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 其实身心的压力 已经到某种极限了 这样 然后后来是有长辈提醒 我说OK 你的眼光 其实不一定要这么的狭窄 因为人生其实有很多 很多条路 你要不要不妨 OK 你要不要暂时先停止 这样 然后也许可以出国去看看 他当年轻微 我觉得 未尝不可 可以试试看 所以出国游学了一段时间 对出国游学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那段时间也开始 因为其实还是很痛苦 我觉得人家痛苦的时候会思考 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OK 我念书是 只是为了念个文凭 给大家交代 OK 我是你们期望的乖乖舞吗 还是我其实念书是为了我自己的兴趣呢 因为如果我的工作 在表演工作方面 我去念个机械工程师 其实对我的东西没有帮助啊 我以后也不可能去做机械工程师啊 那我拿文凭是做什么 后来这样思考思考思考 我就觉得够了 我已经做大家 扮演大家期望的关键 这么多年 我应该要为自己做点事情 OK 所以决定be yourself 真是做自己 对 当然这个很多的后果 也要自己去负责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转变 一定都会有两极化的声音 有人支持 就一定有人也会不支持 那当然这些后果 这些好的或坏的后果 后来都必须要自己承担 但是你也讲了很重要的一点 当初塑造你的一种着力点 也就是所谓的品学 兼有的这一部分 当它没有的时候 你要怎样重新建立 你自己真正有兴趣的演艺生涯 那以我们过去 对于你的一个观察 总觉得去游学 那是一段时间 但是从游学到最后转型 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这中间其实经过 蛮多的低档期的 当然 其实大家不见得看得到 上那阵子我都会觉得 其实人为言轻 但你没有那么重要的说话 人家才不会管你 那时候你有 这个时代有多长 因为好几年了 那时候我觉得 对啊背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背 因为那时候 那阵子家里面 就整个 我们家里面也是 状况最不好的时候 那时候一家 都住在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 我的经济也出状况 这样 然后世界上也很不好 然后有 差不多也有个 两三年三四年吧 这样 那两三年三四年的时候 你常常对自己 说的是什么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所以演艺事业 碰到瓶颈 学也没办法继续 对 我那时候真的 我觉得身边是 有点走投无路 真的是 就是走 就是走投无路 对 因为一无所长 所以我一直 我都觉得 人的时间是有 就是都是一样的 OK 你把这个时间 拿来做这个事情 你一定就做不了别的事情 比方说 OK 所以我在我最 年轻精华的时候 我全部都学了 我怎么样在舞台上面 怎么样去唱歌 所以说我没有其他的专长 我也不可能去工作 然后你就修了一些 气管学分能干嘛 不行 然后那时候 刚要转系的时候 其实也很辛苦 因为其实那时候还很嫩 你要卡小声的位置 也卡不上去 你是有一些知名度 可是制作人要用你 我要办法哪里 你到底有没有票房 不知道 而且那时候也还小 对 其实还小 你也做不了什么 成熟男主角这样 然后 歌唱方面 歌唱事业方面 你是一个过气的偶像歌手啊 我那时候一下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养活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 才二十多岁已经被人家讲过气 对不对 因为出道早吧 还是用这句话 可以导很多事情 对啊 所以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觉得就开始 后来那时候 其实还是有蛮多 人在帮助我 就包括我的经纪公司啊 还有 其实那时候经纪人 杨志兄 杨姐 他带着我去电视台啊 就是 找一些机会啊 这样子 我结果那时候还跟那个 就是肖强 演过情侣呢 对啊 然后 然后就 后来 但我觉得运气还是蛮好的 所以那时候演技 因为不是柯班村 没什么经验 可是我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还是柯班村哥哥 怎么说他也是一个 电视史上的奇迹 这样 那这也还是帮我开了很多 后面的机会 如果第一部不是这个 我可能 也有两部戏 哦 票房不好 演技又不好 对 然后又 又太自嫩 嗯 out 哦 那时候一开始是全校公司找我的 嗯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转型吧 因为那个戏的类型跟他以前的作品 不太一样 是有一点不一样 对 然后他大胆的全部启用了新人 小皮的 可爱的 对 都是新人 所以可能里面那时候有我和志鹏吧 可能就是校园队还比较有点知名度 他用了我们校园队那时候的一些光环 剩余的光环人 对 然后照我们来演这样 嗯 我想问有朋友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会提到 在差不多两三年啊 属于事业啊 算是很低潮的时候 甚至你刚刚说 我讲走投无路 你说对 那可是那个时候 经纪人也会带着你去 找一些工作机会 对啊 你那时候会不会 有点放不下身的 会会会 原来这么红 你看已经走到哪里 多少人蜂拥而来 啊 然后电视台的主管 还有事还要拜托 要来听到来发通告 就现在要去恳求一个工作机会 这是很大的落差 你才二十多 我觉得我觉得那可能是我的生命 真正才刚刚要开始吧 其实 就是因为像校园队刚刚 一开始出名的时候 我可能才十五岁半 而且 那时候我其实没有任何的社会工作经验 这样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那时候都会觉得 这些东西来得太理所当然 太容易了 其实你会不知道 其实生活是辛苦的这样 对 所以就像那时候讲 我以前 我那时候我也觉得 真的我以前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了 为什么要去 求一个机会呢 去什么 包括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系的那个 就是开记者会 那时候电视剧 他们开一个记者会 我还跑去献花 那心里讲 我什么时候去搭过人家的电车啊 这种东西 可是 OK 因为是要生活嘛 我一开始 OK你要去接受啊 那怎么办 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生活 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样子 不是我原来那么美好的样子 很不容易啊 你可以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接受 因为有些人很可能 还停留在原来的光环当中 停留在原来的一种心态当中 他没有办法接受 一个外在环境 一个现实的变化 我觉得人还是要 常常要看清楚自己的位置 还知道自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像我做这工作这么久 所有的这些名啊 或是人家家族给你 那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 重要还是你怎么看自己 对 你要是跟着这些东西很肤浅 就被膨胀了 被冲到高温点去 你其实你自己不舒服的是自己 蛮痴的 好 该低头的时候还是要低头 对不对 该认清的时候要认清 要认清 那后来感觉上 有朋的演戏的重心 都在大陆比较多 对不对 现在大家常常形容你是 横跨海峡两岸三地的 毕竟了一个孤立时候 是一个第二 其实蛮多的 我觉得 但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都还蛮成功 蛮一帆风顺 其实我觉得中间像这样聊一聊 也是百转千回啊 对啊 对啊 我相信是的 因为一般人只看到 演艺人员在目前的一个风光 但事实上 就以拍戏来讲 有很多的痛苦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对 尤其 我在想啊 我在猜啦 尤其刚开始 你要重新 从谷底再往上 再创造另外一个高峰的时候 很多的 委屈 可能都得自己 自己忍下来 这些都在第一部还租的时候 那就是我的第一部电视剧 你会被人家 会 说 不会被吸引人员 小谷队什么了解 会不会 就是 因为我 我不会很转啦 人家不会说小谷队什么了不起 可是 人家会不保护 这个会啊 因为是新人嘛 你换个跑道跑了嘛 对 完全重新开始 对 不管你之前在怎么样 你在这个地方是 对 是个新人 然后经验什么都不知道 剧组整个生态工作情态都不知道 这样所以 要重新适应期 而且那时候一个很重要 我认为我那时候做的功课是 我让自己归礼 对 因为 如果你老觉得自己 哇 我是个 我是个前辈 我好早也出道了六七年了 这个 然后你会 那你绝对没有办法进步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承认 其实 OK 你必须要看见自己 其实你不够好 你也 对啊 你 你这边就是个新人 其实你连这些 学校刚毕业 那些 因为大陆有很多 他们是表演学校科班毕业的 对 这些新人 你其实连他们都不如 你不要以为自己怎么样 我就开始每天 回家以后 收工以后 回家以后 那就写日记啊 然后打击自己啊 逼自己认亲啊 这样 然后才 一步一步去 去成长 这个归零啊 归零 其实说的容易 做的很不容易 我那时候还会在 那个收工以后 在家里面会 会哭的 一个人 对 一个男生在 那时候一个 第一次一个人到内地区 那么长的时间 因为以前去都是 可能都是去做演唱会 要去做表演 然后都是可能两三天而已 第一次去一呆 哇 气候也不适应 然后不会照顾自己 因为以前做歌手的时候 真的是 旁边很多人在 也围着在照顾你 哪个保姆 对 我们拍第一部戏 我啊 赵薇新如 我们都没有助力 都是大家都小朋友 新人这样 然后不会照顾你 我那时候 因为北方 我记得我们从夏天的北京 差不多四十度 然后一直拍到冬天 零夏 我们在火面上结冰 我们在成德拍 地鼠山庄拍 然后天气非常非常干燥 那时候哪里知道 吃什么东西会上火 不上火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概念 然后年轻的时候 没有这种问题 那突然到二几岁就去那边 然后 我开始长得满脸很薄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 心情可能也 心里也不好 对 物足 然后气候也 气候也干燥 然后不知道吃什么浆火 一天到晚吃糖草的栗子 觉得好好吃哦 然后吃啊 爆爆哼噼噼�'爆爆 整个人 脸上也冒出栗子来 对对对对 所以你那时候连 外表 你原来蛮自豪的 这个外表 然后又开始好像给你唱反调 然后演艺室也重新开始 也常常会被人家悬说 你会不会演戏啊 对不对 只是外在世界上有屏幕 然后我自己的内在 我觉得那时候都也不成熟 刚刚讲的归零啊 克服很多问题 臉上也冒出栗子來 對對對對 所以你那時候連外表 你原來蠻自豪的這個外表 然後也開始好像跟你唱反調 然後演藝時也重新開始 也常常被人家寫說你會不會演戲啊 對不對啊 就是外在世界上也有秘靜 然後我自己的內在 我覺得那時候都也不成熟 剛剛講的歸零啊 克服很多問題 所以你說 一方面自己做心理建設 你知道要認清現實 要重新歸零 但是這歸零的方法 包括你說你寫日記 還一直不斷地打擊自己啊 打擊自己啊 當然啊 你怎麼樣打擊自己 你去說 自己不好啊 然後給自己很大的要求 因為還好我是處理做的嘛 要我挑自己毛病還蠻容易 動不動自己就很 就覺得自己很糟 所以挑完毛病之後 要有建設性的動作 不是光挑完 有時候挑完毛病之後完了 那我不要活了 你挑完之後 還是要給你一個生命的力量 逼自己去做 我比方說沒有我的鏡頭 我可能也會在旁邊看 前輩怎麼演戲的 摩尼特前輩看看 你要怎麼演啊 之類的 然後其實當然還是有一些 就是會人啊 你可以去問嘛 不只下文 去問人家 OK你在學校學什麼 才知道啊 原來有什麼口條課啦 肢體課啊 很多東西 原來你們是這樣子過來的 然後試圖去看一下 怎麼演啊 去學習 要跟上真的所謂的 科班訓練出來的專業圓圓 對啊 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第一次的成功來得太容易 而且有點懵懵懂懂 對 就忽然成功降臨 那第二次的成功 第二次的高峰 深刻的多我覺得 完完全是靠自己的 雙腳走出這條路的 所以這一次的成功 其實更扎實 那麼你的人生經驗 因此更深刻 不是有句話說嗎 你的人生如果沒有一些 波折跟打擊的話 它其實是不夠深刻的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宿友朋友 給人成熟深刻的一個感覺 其實啊 今天宿友朋友來到這邊 我就有一種感覺就是 偶像還真的是 永遠是偶像 我們過去有這麼多 VIP來的節目當中 都從來沒有那麼多的 歌迷影迷陪著他來 你是第一位 其實有很多的歌迷影迷陪著 宿友朋友一起來參加節目 待會兒呢 要選擇其中的幾位 因為他們都從不同的地方 從日本來 從韓國來 從香港來 遍及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待會兒請不同地方的歌迷 還有學生 還有台灣的大學生 也來人和宿友朋友 做面對面的溝通 我們馬上回來 因為壓力很大 所以曾經會 都會有過想放棄念頭 可是想規想 不可能去做啊 這樣子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人當然難免有時候會有情緒 一些低潮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 哇絕望 然後會覺得啊 不想活了 可以乾脆就什麼一聊百聊這樣子 真的可以 真的很帥 睡個覺起來 你還是要用比較仔細 健康的態度去應戰這些挑戰 比較好 作為一個偶像 蘇格彭無疑的壓力是很大的 不過呢 看到這麼大一群支持他的群眾 這些歌迷影迷 隨時隨地他走到哪跟到哪 其實呢 一方面有壓力 但一方面也實在蠻欣慰的 今天蘇格彭 來到我們的攝影棚 只有這麼一大群的歌迷影迷就跟著一起來 他們也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嗨 歡迎你們來 他們其中呢 有從日本來 從韓國來 從香港來 也有在台灣的一些歌迷 好 但是呢 這麼多的歌迷裡面 兩位幸運者 我們今天請他們來現場 先來看看他們兩個人的資料 朱炫勇韓國同德女大中文系 炫勇從韓國來到台灣 他很高興 有機會訪問蘇友彭 郭欣慰 金翁女中 欣慰很好奇 受大眾矚目的蘇友彭 這路走來的青路里程 兩位歌迷代表 一位呢 是韓國籍 一位呢 是我們本身 我們台灣人 首先介紹的朱炫勇 炫勇你好 你好 炫勇的中文說得不錯 不好意思 你學多久了 你學中文 大概一年 學一年喔 你從什麼時候看到蘇友彭 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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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道早啊 不要忘了 這句話真好 真好用 幼稚園的時候是不是 哈哈 不是 再來介紹的是郭欣慾 欣慾你好 好 欣慾呢是很典型的追星族 是不是 應該 我追得早 追得早 好厲害 好厲害 你說什麼時候開始 注意到整個小虎隊 國小吧 國小 對 國小那時候很 全校風靡啊 你不喜歡小虎隊根本就是一個異類 所以你是 涉於這樣的群眾的淫威之下 才喜歡小虎隊 對 因為大家都喜歡 所以要喜歡 其實以前不是那麼喜歡看電視 然後是我們一幫同學 每個禮拜都會聚在一起嘛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到一點多大家都會去轉那個 華視 對 對 然後就發現說 怎麼會有一個少男團體 然後 滿好玩的 然後那時候開始 所以那時候才小學生 對 就已經喜歡 你從小學一路喜歡到現在 他都已經年紀也不小了 出道找他 現在年紀也不小了 真的 你就始終都沒有變心過耶 沒有 好 那你們當初也不是好幾個合在一起 都很喜歡他們這個小虎隊啦 或者當時四小天王 也都沒有變心 沒有啊 那你那個團體還在 什麼團體 你不是一個四小天后嗎 還在啊 我們常聯絡啊 那四小天后 除了你之外 另外三個也還是喜歡所有嗎 對啊 都沒練過 喜歡他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這麼優質的偶像啊 好他優質在哪裡 那有點不太舒服 優質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 嗯 比較不緊了 以前可能會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偶像 什麼都要很好嘛 那我覺得 現在是一個很真的偶像 啊 很真 人味出來了 對啊 人味 就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多偶味 偶像味 現在是有人味 哈哈 人味了啊 來 朱炫勇今天有這個機會 讓你可以當場問 四位朋友一個問題 嗯 看報紙說 看報紙說 嗯 你平常做俠事 嗯 平常做什麼 俠事 俠事 俠事還是俠 不好意思 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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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做俠事 可以說一下 嗯 當時 如何熬過來的嗎 做俠事 喔 你的意思是 沒有因為報紙 我們前兩天有開就是這本這本書 這本書 正常做的記者會 講到那個時候在高三的時候 因為壓力很大 嗯 所以曾經會 都會有過想放棄的念頭啊 可是想歸想不可能去做啊 這樣 我覺得 就是 對我覺得人當然難免有時候會有情緒 一些低潮的時候 也會覺得好像哇 絕望了 然後會覺得阿蘇 不想活了 對乾脆就什麼一聊百聊這樣 可是不可以去做 你想想就算了 嗯 睡個覺起來 你還是要用比較積極健康的態度 去迎戰這些挑戰會比較好 嗯 你的新書發表會裡面 當然所提到的是 你那時候主要是以建中 特別是在高三那一年 準備聯考那種心路歷程嘛 嗯 可是其實 真正你想起來 這麼多年走過來 那真的不算什麼 對不對 其實前幾年當你演藝世界 進入低潮的時候 那才真的是另外一個大考驗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 可是在我高三的時候 我那時候並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就像我講 聯考是我的天啊 嗯 我就覺得我這輩子 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這件事了 嗯 但是真的等你回顧外看 它其實其實是 只是你人生裡面的某一個 某一個階段 某一個段落而已 其實你就會覺得 哇當初怎麼會 就覺得這麼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嘛 很多事情 沒錯 所以現在很多為 聯考所苦的青年學子 記得蘇友彭這句話 對 聯考只不過人生一個小小的階段而已 他不會決定你一切的未來 但是 全力以赴還是有重要 對 當時蘇友彭之所以能夠 跨越這樣一個門檻 然後達到大家對你這個期望 其實很重要 他當時真的是全力以赴 去K書中心啦 然後怎樣 怎麼樣為自己這個去設定他的 對我覺得當然 我覺得考得好當然是最好 可是萬一 有一點什麼失常啊 或什麼之類的 其實 但是還是有非常非常多機會的 就不見得考不好 你的人心就完了 所以也 我覺得還是要積極樂觀 那後來比較大 就是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簽證的演繹比較低潮的時候 你那時候會覺得 走投無路的時候 也會想到說 要做傻事嗎 也會啊 也會啊 但是你很快就會念頭打笑 就不會真的去做了 我覺得怎麼樣講 我還是一個比較會去 就是會比較正面面對問題的 正面思考 對那種人 積極面對 會比較好 好 碰到什麼事情 先重要的面對他 對 然後接受他 然後處理他 換下他 對不對 說得好耶 好來 欣宇只剩最後一分鐘 給你問一個問題 他剛剛講那個低潮嘛 那之前有聽說 有一個人群恐懼症 因為像他以前 他可以很自在地去吃夜市啊 或者是 或者是說 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可是上一次 就有聽他講說 很少去逛搜狗 就是 所謂人群恐懼症 是因為他紅了之後 怕很多人就是 跟著他還是怎麼樣 你現在還這樣嗎 嗯 夜市會去啊 搜狗不敢去 因為我覺得夜市就是那種 就是大不了 如果真的有 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還可以走得掉 所以我覺得像去百貨公司那種 就是 你在二樓 當全部的店員圍上來的時候 也是沒地方跑 就會覺得 那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所以作為工作人員 有得有失嘛 可是你走到哪 這麼一大群 支持你的Fancy 這樣跟著後面 你已經習慣了 不會啊 大家其實會很有默契 他們會很知道 就是我的私生活 是不希望被干擾 比方說今天通告結束了 他們絕對不會跟車 對不對 絕對不會來想要知道 我住在什麼地方 或什麼他們不會 這有跟他們有約法三張嗎 對啊對啊 要不然我會擺臭 人問兄 擺個臭 做偶像 要有為有手 做偶像的支持者 一樣要有為有手 對不對 好 要事相 不能敗 對 今天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也要試相 因為人太多 待會兒呢 你們兩位今天幾乎就到此為止 待會兒還有另外兩位 好不好 另外兩位我們在這個 歌迷影 你有機會跟室友旁邊對面 好不好 OKOK 來馬上回來 你怎麼樣去跟家裡面的人 做這個溝通的情報 是很恐慌這樣 其實 對沒錯 一開始參加小活動的時候 家裡不同 因為你想想看 說我之前都數一開始 其實書唸得很好的內容 但是希望你就好好去做 去唸 當醫生啊 律師啊 就覺得我應該做得很 又並非一夜之間 你想想看 剛剛說到呢 很可能會有所謂的這種 人群恐懼症 不過他跟他的這一群 Fans也能相處得非常好 不管來自日本、韓國、香港 今天他來到我們的攝影棚 馬上現在再換兩位 好我們先來看他們兩位的資料 聶宇問香港小學教師 有問這一次特地從香港來台 想請問蘇友彭 是否遇過印象深刻的老師 胡石英南華大學傳管系 石英想了解蘇友彭 在竹夢過程中 有哪些體驗和經歷 好先來問候 聶老師你好 你好 嘿 你是作為蘇友彭的Fans多久了 就是完祝哥哥開始吧 就是四年前吧 四年前 好完祝哥哥的時候 對 所以算是比較晚一點 你知道他以前是歌手 我不知道 是在 有蘇友彭這個院 哦 後來才曉得 後來才曉得 因為太陽環珠哥 喜歡他裡面的角色 是不是 對 你喜歡他哪裡 就是 有氣 有氣質吧 有氣質 對 很優秀 很優秀 你的學生知不知道他 他知道咧 你的小學生啊 因為我把我跟他的盒子都放在桌子上 桌子上 他們就說 這個是誰 他說這是你的偶像 他就開始做什麼 所以 那趕快謝謝 對啊 那聂老師還幫你 就像更下一代來砸根 對啊 再來介紹 石英 石英你好 蘇商姐好 董彭哥好 你好 怎麼樣看到我們石英有沒有未來的接班的架式 不敢 當然有 他念的是傳播嘛對不對 對啊 是 原委會是優秀的機制 謝謝 謝謝 有你先發問 在你當初進入演藝圈這個工作的時候 因為是在求學的一個階段吧 那 這個父母的眼光當中都希望說自己的孩子 都是希望可以多讀書 多念書這樣子 那 你怎麼樣去跟家裡面的人做這個溝通協調的一個工作這樣 其實 對沒錯 我一開始參加小組隊的時候我家裡並不同意 因為你想想看 我說我之前都是書呆子型書念得很好那一種 他當然希望你就好好去做去念 當醫生啊律師啊 他就覺得我應該做這個 可是我那時候 我一直是還蠻 有點叛逆性質的那一種 就是我想要做什麼 我一定要 我一定會去做 我不太不會管你同不同意 那加上後來我媽也 他疼我 所以就幫我去說服我爸爸這樣 啊 可媽媽去說服爸爸 對就可是 那時候跟家裡面有一個協定就是說 那一定不可以影響功課 你才可以去打工 那所以後來你在台大的時候 後來興興功課啦 對啊 到台大的時候那時候決定要休學的時候 爸爸怎麼肯定 沒有等我真的到大學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已經出道很多年了吧 他們支持我了 因為他們看到我很痛苦啦 而且 你也知道你真的是喜歡這一行業對不對 呃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只是知道 OK 節目助理要去打工 真的沒有人知道怎麼會就紅了這樣 那就紅你說 即使有點影響 你說真的要 就說要退出嗎 也不可能啊 就只好順著走了這樣 對啊 所以父母親的態度 其實這個開放的一個態度還是蠻重要 最重要是一個支持的力量 好 來聶老師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趕快來問一個問題 嗯 我想問 老師對他的成長的過程中有什麼影響啊 你小時候有沒有恩師 喔 有有有 有 因為我是那種功課很好 可是同 呃 同學會蠻討厭 可是老師跟我很好的那一種 看得出來 對 又愛表現 你知道功課好又愛表現 同學就很自然這樣 然後可是老師就會跟我比較親 嗯 老師都都還蠻疼我的 然後 我跟老師一直都還不錯 包括我那時候在建中要 在書裡面也會寫 就是在高中 高三要考大學的時候 也有一個輔導老師 寫老師這樣 然後 幫助我非常多 嗯 所以真的是回想起來感恩喔 喔 這一路的成長這麼多的老師 那在他需要的時候這樣支持他 對不對 對啊 嗯 來啊說謝謝聶老師啊 因為他也要做很多的這些 對 小朋友的一個精神支柱 因為其實老師 我覺得老師和父母都一樣 就在一個人的人格成長的過程裡面 他帶有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 對小朋友好 要給他們很多很好的觀念 其實當初蘇爸爸蘇媽媽 最希望所有朋友就是做醫生啊 做律師或者做老師 對不對 之類的啊這一課 就是穩定的 我覺得他蠻適合 蠻適合 現在也許不是真正的專業老師 但是呢不管是透過出書 或者是做經驗的分享 人生的一些過程的分享 其實呢 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也是老師嗎 謝謝蘇老師 謝謝蘇老師 謝謝老師 我們都是從身上學到不少 對有點高 老師好 酸起來 老師好 好那謝謝你老師 謝謝謝謝石英啊 待會呢我們就讓蘇佑彭來談談 當他已經 現在攀上了他人生第二個高峰之後 他的下一步又想怎麼走呢 馬上回來 在韓國有他的歌迷業 歌迷會 已經有五年多 還有很多人喜歡他的歌 聽他的歌 還有看他的電視 希望他趕快去韓國 勇敢的做自己是很好的 最早為自己做自己應該 因為應該是我的事情 那是又很大的勇氣 那又要有毅力才可以達到 所以我覺得青春人應該 多想他學設計 呃 友朋哥他給我一個提示就是 他很樂觀 又對很多事情 蠻有想法 而且也不會說很做錯這樣子 很自然的一個 林家大哥哥的感覺 友朋跳脫以前很多的瓶頸 然後發現他也想得比較豁達 很多事情他可能想法 跟以前就是 呃 已經變得比較正面之極樂觀 這樣子 那也希望他未來的戲院 能夠好還好 好 剛才呢我們曾經聽到蘇友朋 談到他怎麼樣 從過去一個小補隊的光環 當他自己主動從這個光環退出來之後 用自己的路自己的方式 開創出屬於自己的演藝第二高峰 好 那這邊我很想問有朋喔 嗯 你再回想你那段很辛苦的拍戲的歲月 嗯 你心中會不會其實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很多人會覺得喔 對自己的走過的一段顛簸的歲月會 任何回想會常常不堪回首 但也有人會覺得 我從裡面可以得到很多 反正非常非常的感恩 覺得還好有這段歷練 還好讓我有失敗挫敗的經驗 所以我今天可以走不一樣的路 你是哪一種 後者 絕對是你說的第二個 感恩 但我覺得我平常沒事 我不會一天到晚 找沉浸在這種感傷的東西 我覺得我現在急著要往前看 往前衝 對可是對於過去我覺得我 絕對不後悔 因為我覺得人生不管你走順境 走逆境 你只要有用心去得到一些東西 他都沒有白走 走過一定留下痕跡 對你要是沒有當初那麼好 你就再重新疊下來 我哪也知道這兩種不一樣的味道 我哪也更知道珍惜現在 嗯哼 對路絕對沒有白走 對可是當你在屬於在谷底的時候 你一定會這樣想嗎 你在谷底的時候會偶爾也會後悔 哎 早知道當初就蹭一下再繼續念下去 那都是我的一個過程 在在不一樣過程裡面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對 那時候我曾經會想 喔老天爺真的是跟我開玩笑 因為沒有當初考上大學的時候 那麼大的掌聲 那我修學的時候也不會跌得那麼慘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爬得很高 他對我期望把我推到塔頂去 對 要不然你就不會跌那麼慘 我突然覺得 對就是很多事情像我現在 我覺得我走過這麼多 我覺得很多事情其實在你的一些禍符啊 你在當時其實看不出來的 嗯哼 所以很多事情其實你不用那麼急的去得失心那麼重 真的 像現在你覺得 你現在覺得你是成功的事情 你兩年後也會 哎呀 其實他他並不好這樣的東西 或是你現在覺得是失敗 兩年後也會覺得 哎呀幸好那時候給我這些經驗 我現在更堅強 所以我 所以會用完全不一樣的角度來看待 對我覺得我現在比較豁達 或是得失心比較沒有重 十幾年前是讓你去考台大 那幾年前是讓你創造第二高峰 現在給你 要做典範好不好 好 祝福你 謝謝四個胖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 今天的MVP青春技師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會